根据腾讯财经的报道 昨天晚间两位接近泽西投资的人士称 该公司部分因为涉嫌内幕交易而被警方控制的人员 当天晚上已经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并且恢复了通信 其中与泽西有密切交往的一位人士表示 上述泽西人员无法确定目前的状态是已经自由呢 还是处于监视之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老板徐翔目前仍然被控制